长工暑假的亲子商机 在小港区就有一间农场餐厅 推出很可爱的动物造型套餐 每一道套餐的主食都是白米饭 不过加一点装饰之后 变成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动物 看起来非常的讨喜可爱 一推出就广受孩子欢迎 要点餐了小朋友想吃什么 老虎 吃吃 我要吃吗 有没有搞错 这些小朋友想要吃狮子老虎和河马 胃口会不会太好了一点 其实小朋友口中说的动物 是这家餐厅在暑假当中推出的儿童餐 以天限定20组 我们整个暑假 我们希望给小朋友更多不一样的回忆 跟这个乐趣 所以我们根据我们的园区 四个主要的动物来做发想做设计 所以我们有狮子 我们有河马 有腕熊 还有这个草泥马 餐厅配合农场动物园主题推出的儿童餐 餐点内容有米饭 蔬菜和农汤 强调均衡营养 可爱的造型 让小朋友是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他们可以吃的营养很均衡 所以说我们设计的部分 一定都会有沙拉 还会有汤 那所以说呢 蔬菜跟蛋白质 还有这个淀粉类是一定均衡的 用餐的环境就在大自然里 不用吹冷气 享受徐徐吹来的自然风 感觉轻松又惬意 港独新闻黄兰军 周福庆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